弘扬妈祖慈悲就是精神 大甲正南宫与台湾妈祖联谊会 集结海峡两岸30多位的学者专家 以及台湾十佳妈祖庙的力量 一同来编撰妈祖文化志 而历经10年中要顺利出版了 而在4号上午正南宫是首度举办 妈祖信俗国际论坛活动 更邀请到了前总统马英九到场见证 希望透过妈祖文化志出版 让民众对妈祖文化的信仰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妈祖信仰是台湾民间社会当中 最普遍也最受关注的宗教文化 为发扬妈祖慈悲就是的精神 大甲正南宫与台湾妈祖联谊会 集结海峡两岸30多位学者专家 以及台湾十佳妈祖庙的力量 一同编撰妈祖文化志 历经10年终于顺利出版 很多教授很多学者来参与 还有今天这个成果 我想我们大甲正南宫 在全台湾可以列为全世界 三大宗教活动 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 妈祖文化志一套共四本书 除了编列妈祖文化言格 也特别针对祭典与民俗 以及信仰组织等部分 做整理跟记录 4号上午 正南宫也首度举办 妈祖信俗国际论坛活动 并邀请前总统马英九到场见证 而马前总统也特别化身成马老师 和大家分享妈祖的文化历史 关圣地址跟妈祖哪一位比较年轻 哇 很多很多意见 有人说 这个当然是这个 关圣地址比较年轻嘛 因为他只是公啊 妈祖是祖啊 其实大家都知道 关公是东汉的人啊 他是西元160 妈祖是西元960 他比较小了850岁啊 这些历史呢 最重要的让大家了解 历史 文化 宗教 其实是两岸之间 很重要的一个纽带 他首次全面系统地 记载了妈祖文化的形成发达 流过和影响 应该说宣扬了妈祖的大爱精神 这本字书充分展示了丰富多彩的 妈祖文化内容 主办那位表示 尽管编写的过程相当费时费工 但透过妈祖文化制和国际论坛的举办 希望让民众对于妈祖文化信仰有进一步的了解 记得 陈伯和台中采访报道